这部制作成本仅150万的国产电影 让所有看过的观众气不成声 而且全篇电影的参演者都是非专业演员 是一部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的电影 大娘今年86岁 带着孙子一起生活 可毕竟年事已高 子女几个谁都不想记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商量着送到养老院去 大娘并不想去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毕竟现在她自己还能行动 不想去那种地方 可就几天后 奶奶不幸在自家门口摔了一脚 这下成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了 子女几个这次不再听取老娘的意见 每家人凑了些钱 现在养老院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但在去之前 几个子女准备轮流照顾老娘 鲁大哥一直在外地 所以先住在二哥家 二哥拉着板车来接老娘 刚到二哥家 二媳妇就提出让老娘把老五给自己 老娘没答应 二儿媳瞬间就不高兴了 隔天二哥就去这上养老院交钱 可养老院闯位紧张 只能等人离开 其他的人才能进来 说什么养老院 其实只不过是给老人 找个好一点的环境离开罢了 晚上 二孙子一想去城里打工 婆婆不同意 到时候她又要照顾老的 又要照顾小的 过不过来 但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婆婆还是同意了 大娘知道 自己给二儿子一家添麻烦了 于是提出去三儿子家住 离别前 大娘交出了老五的钥匙给二媳 随后坐上了三儿子的车 住在镇上的三儿子家 条件比兄弟姐妹要好 其实三儿媳根本就不是个擅长 她嫌弃大娘身上脏 扔了桩拖鞋给她换鞋 还在沙发上 铺了条毛巾 让大娘只坐这一块 还把大娘的行李 站到了储藏间 饭桌上 三儿媳忍不住 才刚到的大娘 什么时候去养老院 大娘说还没地 随后求求在角落 不敢吃饭 孙女说 想去打工 看看外面的世界 三儿媳觉得 女孩到年纪 就应该找个好人家嫁了 坚决不同意女儿外出 吃完饭 三儿媳认真清洗着 一家三盒的碗筷 最后才拿起大娘的碗筷 随便用清水漂了一下 单独放在一边 等三儿媳都弄好后 大娘洗了洗自己 随身携带的毛巾 然而晾在沙发上 三儿媳看见后 嫌弃地用夹子夹起来 扔到了窗边 大娘默默注视着一切 随后拾起毛巾 放进了口袋 孝顺的孙女 跟奶奶洗了头 她好气奶奶 是怎么统认她爸爸 离开家外出闯荡的 奶奶说 耳大不由娘 孙女问奶奶后悔吗 奶奶说不后悔 一直守着家里的梁母帝 没有出息 这番话深深激励着孙女 于是孙女背起行李 去了自己向往的远方 孙女逃出去工作 奶奶竟然成了冤戴头 她一个小女孩 弄点点 她不懂事 你弄了年纪了 你也不懂事 儿子急忙来 拉走自己的媳妇 小朋友也有点什么事 我找你开门 她能决定搬去女儿家 三人洗厅 那叫一个兴奋 立马收拾掉婆婆用过的板块 床单被套 拖鞋 扑在沙发上的毛巾 破破前脚刚走 三人洗后脚 把这些当垃圾扔了 三儿自从布满灰尘的杂物间 拿出老娘的行李 拍了拍上面的灰 装上了车 大娘叫二儿子家待的时间 是最短的 女儿家开着一间小卖部 一家四五口人 全都挤在小卖部 还是女儿好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大小便失禁的老娘 只是一次误会 让大娘心里又凉了一分 一次店里收到了一张 写着字的五十纸钞 因为纸钞有些破损 女婿就随手放在了桌上 下午女婿发现五十块不见了 而当时店里只有丈母娘在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于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女儿没有让老娘难看 当所有人都不在时 女儿才问老娘 是不是拿了店里的五十块钱 老娘愣了一会儿 承认了这件事 随后从口袋里 掏出自己的钱还给女儿 女儿没有说什么 气声离开 只是她没有听到老娘说 我要钱有什么用 隔天 大娘的嘴突然就歪了 女儿赶紧送去小诊所查看 突然大娘 紧不自禁地翘了起来 医生怀疑是神经错乱 鉴于送去大医院 从这之后 大娘的笑病经常发作 让神经紧张 就开始莫名大哭 声音听上去有些因僧恐怖 女婿送大娘上医院 谁知好奇害死猫 女婿捡起了路边的小包 不一会儿 两个年轻的男人走了过来 诬陷女婿 拿走了包里的现金 就这样 女婿本来给丈母娘看病的钱 被抢了去 女婿因为这件事 和女婿大吵了一架 大娘心里很不识滋味 她什么也帮不上 还经常不合时宜地 发出阵阵笑声 只是现在 近老远还是没有空 你的床没出来 大娘目前 还是只能住在女儿家 如果只是平淡的生活也还好 只是意外 还是发生了 女儿外在工作的儿子 车祸离世了 一瞬间 女儿全家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这后大娘在一旁 情不及情地笑了起来 大娘不想再麻烦女儿了 隔天收拾东西就要走 她把围巾 送给了外孙媳妇的女儿 把祖传的镯子 给了外孙媳妇儿 临别前 女儿说 要是阳老远安顿好了 就去看她 大娘以这管张笑不停 大娘知道 这一别人就是永远 这里是几个孩子中 她住的最长的了 因为在这里 她感觉到了温暖 大娘又回到了二儿子家 饭桌上 看着凶患的二儿媳 大娘紧张地笑出了声 当然小孩都把她 当成了神经病 二儿媳甚至直接开枪 第二天 二子在大娘的房间里 放了驱逐老鼠的老鼠药 大娘问二儿子 梁老院是不是来信了 二子老大娘说了句没有 突然摆着脖子的大娘 又开始狂笑起来 二子以为是在笑自己 破口大骂了起来 来的不止你这点笑红不的 笑笑 有什么可笑出去 啊 被扑得住下来 二子听起来 气愤地走了出来 我这里睡 一把摔碎了老娘的信仰 步一步笑身 网着 人子皮 二子把行动不变的 86岁老娘安顿在牛棚 是因为老娘的笑病 影响了他们休息 错乱了树枝 搭成一张床 二姐直接在上面 铺上一条薄薄的床单 这就是大冬天 86岁老娘的床 尽量笑去吧 尽量笑 我笑 主要就是自己在这哈 尽量笑 二婿喂完牛 端过来一张硬邦邦的饼 两碗粥都没有 这就是大娘的午餐 难过的大娘笑病又犯了 干嚼着凉透的大饼 隔天一大早 大娘被冷醒 她颤颤悠悠地起床 处置拐杖想出门看看 却被牛吓得不敢出去 吃鸡牛棚那天气 大娘再没见过别人 吃吃饭店时 二儿子或者二儿媳来送点吃的 然后匆匆离开 晚上陪大娘的只有一盏烛灯 三声炮响 响着整个村庄 看来村里又有人去世了 同时 养老院那边的床位也空了出来 晚上二儿子来找老娘 她问母亲自己小时候什么样子的 她能说得很详细 仿佛这一切都还发生在昨天 二儿子这才悔恨自己的不孝 大娘再次询问 养老院是不是来信了 二儿子点上了一根烟 半天才说来信了 大娘低头又笑了出来 恢复情绪后 大娘拿出去好的鞋底 二儿子走后 大娘吃吃喂水 当二儿媳来喂牛时 大娘喊住了他 二儿媳嫌弃地回了一句 直到婆婆套出传家宝时 倩倩也跟着二儿媳 立马笑脸相迎 拿到传家宝的二儿媳 高高兴兴地转身离开 半夜 大娘缓缓起床 将热水倒进脸盆里 洗了洗脸 竖了竖乱脱脱的头发 然后拿起镜子 借着没有微弱的光 看了好一会儿 又拿起全家福端响 最后恋恋不舍地放下 做了最后的祈祷 有哪一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见过孩子们这样对自己 大娘心里想的 还是孩子们能平平安安 随后 她出一早透算好的老鼠药 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 她毫不犹豫 一口将其服下 她曾经说过 不想死 但不得不死 与其在陌生的靖老院离开 不如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离开 一母能养九儿 九儿却不能养一母 实在令人痛喜 第二天 靖老院开车来接大娘 可能他们踏进牛棚后 发现大娘守着全家福 躺在冰冷的地上 已一动不动了 大娘被送去了火葬场 老娘都已经死了 大儿子和女儿却没来 而其他的几个子女 为了让洗脏变得热闹 请来了表演团 大娘的照片就被摆在中间 只是这丧事办的 表演者穿着暴露 两条白晃晃的大腿 就在大娘的椅向前晃来晃去 则你们高高兴兴地送老娘离开 并没有丝毫的难过 这似乎正合了他们的意义 少了一个负担 大娘离开后 女儿和女婿在捉缝里 找到了丢失的五十元纸钞 他们这才知道 输会老娘了 现在想道歉也没有机会了 大娘一手带大的孙子 决定去城里找爸妈 另一走前 她最后来到奶奶曾经住过的牛棚 在里面 她看到了一张全家福 小心翼翼地夹在树里带走了 这或许是奶奶唯一留给她的 而不久后 千酸刻骨的儿媳 在曾经奶奶摔过的地方 也摔了一脚 而她的儿媳 会不会像她对待自己的婆婆一样 对待她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那个曾经推动摇篮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后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号